除了 IEPT 加 LEN 之外 我這邊好像有在放其他的方式 當然如果你串接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用另外一個含數叫 CONCAT 這 CONCAT 中間加豆點 實際上就是有點類似像 M 的符號 那你就直接把第一個字串 豆點第二個字串 豆點第三個字串 一直豆點下去 它就會全部幫你把它串在一起 用這個方式取代 M 的符號 OK 不過我是覺得好像也沒有差太多 所以有些含數 你覺得方便你就記 但如果你覺得說好像沒差 那你就忘記它吧 因為說真的 如果假設你用不到 那你記著有什麼就沒有用 所以多餘的而已 所以像我的習慣是學習這種東西 就是刪去法 反正你要記得 所以最好是不要增加你的腦能量負擔的方法 所以記得就是最直覺的理解 反正以後就照這樣的模式 那以後解決問題就很直覺了 所以像我寫程式也是這樣 我習慣就是我用很直覺的方式寫程式 因為我也有固定模式 反正我看到什麼我就寫什麼 看到什麼寫什麼 那這問題就很快就解決了 而且好處是 真的你也不用動太多腦筋 那問題就 而且程式也不複雜 所以我將來寫出來的程式 大概有幾個風格 第一個 程式盡量越少 越短越好 不要寫得拉一拉扎 所以你會將來看到我寫出來的程式 跟書上寫得不太一樣 書上寫得一大堆 但是我很多東西都省略了 你不要覺得奇怪 OK 這是我的風格 所以每個人寫程式有每個人寫的風格 你也可以有你的風格 絕對沒有問題 第二個的話是很直覺的 比如說有人寫邏輯 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我習慣用很直覺的來寫程 這個後面會再跟各位做介紹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還有別的方法 REPT加3減到有一個用 其實可以做出來 但是好像繞一圈 另外有一個Texter 我還蠻強烈推薦各位一定要了解Texter 因為Texter太好用了 因為如果你工作上不會Texter 很多問題你沒辦法解決了 那Texter是什麼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Texter實際上就是說 再來的話請各位把綜合練習再複製一個 複製一個的話 就拖拉加Ctrl鍵 左鍵,放開左鍵,它又多一個了 然後請你把這個工作表改成TESLA TEXT 怎麼複製最快? 拖拉加Ctrl鍵,放開就可以了 刪除按右鍵就可以了 拖拉再加Ctrl鍵,放開滑鼠左鍵 它就會複製一個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要多練習幾個的話 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先採,不然舊的資料會不見 再來的話,我們把它改一下 後面這邊改一下 AND這個 我把它改成用什麼呢 我用那個TEXT來做 TEXT我先說明一下 TEXT是這樣,它跟什麼有關係? 跟格式很有關係 也就是說,假如我希望 這邊改成084跟007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按右鍵 圖存個格式 格式裡面的話 預設是通用 那如果說你要變三碼的話 你可以自訂 把這邊的公式 改成三個0就可以了 0、0、0 也就是說,如果你給三個0 它就說,你這邊要放三個數字 那我知道了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幫你把84跟7 改成你要的結果 但是跟各位講 什麼叫格式 格式就是表面上看到的 它絕對不會是真的 也就是說呢 它只是讓你誤以為你變成三碼 但是在實際上內容它完全不變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看到好像是 084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呢 它裡面呢 還是放這樣子 所以是假的 假的喔 不是真的喔 可是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說 我希望讓它變真的怎麼辦 OK 如果你要讓它 這個呢 真的變成084的話 那你只要記得一個函數 叫做TES OK TES這個函數呢 就是讓你把假的變真的 OK 那怎麼把假的變真的 第一個 你要特別注意 你需要的就是這一段東西 把它放在TES的第二個參數裡面 所以喔 以後呢 假如你要把假的變真的喔 你就是把第一個 先知道這個的規則 然後把它放在TES的第二個參數裡面就可以了 然後怎麼做 我試一下給大家看 如果說我這邊要真的變成084 我先Ctrl-Z好了 Ctrl-Z就復原一下 把它恢復喔 讓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然後我真的要變喔 所以插入函數的話 找到文字類裡面的TES OK 然後呢 給它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VALUE 就是84 是數字啦 然後FormatTES就是 000 不過請特別小心喔 以後看到參數裡面有TES的話 那一定要記得加什麼 雙引號 因為如果沒有加啦 你按確定它就錯誤 OK 所以大概注意一下那個 參數的用法 反正你這個細節都注意到 我覺得函數 即便你第一次使用 你其實也馬上上手 所以很多函數其實說真的 我可能甚至我也沒用過 但我一看它的規則 我給對的 它真的是WALK OK 所以喔 你會發現 那另外的話呢 函數 我是覺得它這個環境還蠻 蠻友善的啦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可以讓你慢慢看 有沒有發現 84有沒有 沒有前後算以後 經過這個格式 那這個格式的話 有點像是 它的什麼呢 它叫FormatTES 其實就是什麼 白話意思應該是 格式化的規則 格式化的公式 反正就是一個格式化的語言 就對了 然後它就會透過它變成它 所以你看到 有沒有 它就真的變成084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你把資料放過來了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還有一個對齊方 就是我剛剛講的 有沒有 它一定是 文字一定是靠左 數字一定靠右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樣馬上就 如果你假設這些細節都注意到 說真的 以後 處理資料真的是如魚得水 你會覺得 好輕鬆 因為其實 你怎麼做都不會錯 但是我發現 我如果沒特別講 很多人完全沒有 不會注意到 那不會注意到 這個就是你以後 會發生問題的 這個關鍵的點 所以如果你可以避開這個 我覺得應該也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困難 其實為什麼會特別講 因為 就是因為太多人問我問題 怎麼都是這些問題 那以前我會認為說 這個不是應該做這樣 因為我們會的人 我們會覺得理所當然 但是不會的人 他就會不太會特別注意這些細節 所以我特別講 OK 以下的話 向右填滿 那你如果向下填滿 他全部都OK 那特別是 Texter是真正的變成這樣子 那如果說 我們這個當然 可以再把它 把它delete掉 那如果說 我要把它放到這裡 就很簡單 很簡單 就把它AND 然後呢 打TEXT 那一樣 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 這個資料 然後 豆點 000 然後 接打勾就可以了 很簡單 這個一樣 把這個複製 貼過來 那這邊就把它改成H4 打個勾 這樣就向下填滿 事情就完成了 而且你會發現 兩個公式 如果你會用這個 我想你應該不會想要用前面的方法 但是結果還是會是對的 那你說 是不是只有這兩個方法 沒有啦 其實還有很多啦 只是各位去找找看吧 如果你 對以石油裡面的函數夠熟的話 其實可以 找到很多方法 順便講一下 其實你說Texter還有什麼地方可以用 其實像這個生日的地方 就是也是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 他是幾年次的 假如順便考各位一個問題 我想要統計 這個100個會員 因為這個好像記得到100 100個會員裡面 這個 哪一個年齡 哪一個年次的 就是幾年級生 比例佔最多 佔比 那當然第一個 你需要他的年次 所以如果今天我多一個欄位 叫年次 因為如果你要統計 假設用樞紐分析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如果你要統計哪一個資料 你一定要產生那個欄位 那當然你想說 他剛好前兩個字 可是如果你這個時候 假如用什麼 前兩個字 你直覺 用left 因為左邊嘛 所以left 兩個字的話 那你就這個資料過來 兩個字 但是你會發現 得到的 欸 怪怪的耶 為什麼 那我明明得到的 我要的是70 他過來怎麼是變29 有沒有 對 所以啊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這樣 因為喔 你背後的東西 其實他並不是你看到的 那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他 這個表面按右鍵圖的格式 在按置地 他其實是有這個 有沒有 格式在上面 讓他變成那個樣子 欸 所以喔 如果你要把它 變成真正的文字的話 就是你看到的 跟實際上的是一樣 match的話 那其實你可能要先把它 轉成test 然後再切割 就保證正確了 OK 這個要怎麼做 所以喔 順便延伸練習一下 我如果希望從這個資料裡面 統計一下 告訴我哪一個年次最多 哪一個最多 那怎麼 當然 這個 其實 如果會的人真的很快 不會的話 你可能做辦 這個可以配合樞紐分析表 馬上就有答案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還有蠻多地方的 Texter其實還蠻萬用的 以後如果你遇到那個 你看到的跟你得到的不一樣 有沒有 那你實際上就可以用 Texter幫你解決了 因為常常有同學就是說 那個 看到資料 結果要去切割 發現 為什麼我怎麼切割 都切割不到我要的資料 那當然呢 你就可以用Texter來完成 好嗎 好嗎